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薰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薰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穷衰丑病为衣服 第706集我是为治 经文若得为人 盲龙英雅贫穷朱衰已至庄严 谁中干销借赖拥居如是等病 已为衣服 接着前几天的文 这些不信三宝 毁谤大圣经典的人 他们受的罪报 非常的多 还没结束 今天要讲的是 他的一些病痛的罪报 之前有堕入地狱 再转到出生道等等 不断的在那边循回循环 轮回不已 如果来到人道 他也是聋子盲人哑巴 就看不到听不到 不能说话 或说话人家听不懂等等 那身在家庭的条件也都很差 是贫穷物质条件极差的家庭 各种的衰败项都会找到他的这边来 他又不以为异 他以为这就是正常 以致庄严 因为他有这些残缺 他也没办法 他就只好这样的过日子 而且会遇到很多的病痛 有水肿 有干销 有生皮肤病 还有肿瘤的 肿瘤就是现在的癌症 各种病痛都找上他 如是等病以为医服 因为这些病他治不好 治不好就常常在他身上 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残缺的人 他是中风的人 他是什么样一种人 所以很明显 就是他的 他的罪报 来看上人的手札 生病为世大不调 地大不调举身沉重 水大不调举身胖重 火大不调举身争热 风大不调举身倔强 心病为心怀苦恼又悲哀 世民病苦 所以今天上人的手札提到 病有两种 生的病跟心的病 身体的疾病跟心理的疾病 生病来自四大不调 待会会详细讲 那心病呢 你有一些烦恼 忧愁 这些造成 还有悲伤 哀痛 各种 心理的疾病很多 待会会讲 那为什么 手札只讲生病跟心病 因为最苦莫过于病 那心病 生病各有他的成因 像生病就四大不调 那心病也有他心病的成因 那今天的文是要让我们体会 这个病苦的苦果 的确是非常的苦 那可是这苦怎么办呢 也应该要找到灵芳妙药 在手札里面虽然没有出现 这个灵芳妙药是什么 可是上人在开示的时候 他有提到 我们要用心听 他有讲到灵芳妙药的时候 就大家的把它听进去 那我们来看上人的开示 人的身体就是没离开四大 平常我们都说四大不调和 四大就是哪四大 地 水 火 风 大乾坤就是我们的大自然 大自然一旦有了四大不调 就灾难频传 风灾 水灾 火灾 这些等等地震 那小乾坤就是我们的身体 身体四大不调就得病了 待会有很多病 大家都会一直讲 那在佛陀时代 这个用概括的来讲 身体的病有404种 那现代医学也发现 哇 的确很多 还各种罕见疾病 那人生最苦的就莫过于病苦了 那以前的人说 看病功德第一 那重苦中 真的最苦的莫过于病 所以这些毁谤大圣经典的人 也要让他受这些病苦 他重此来到人道 但是给他承受这些病苦 那病苦是人生的最痛苦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要解除病苦 怎么办 要靠大义王 靠菩萨 来解除这些病苦的功德 这是最大的福田 所以我们的人医会 我们大义王 他们就在做这些事情 还有我们很多志工 也协助在做 一样有很大的功德 那重点是 这一段就要了解 病的痛苦来自哪里 来自四大不调 那四大不调 上来有说 地大不调就是举身沉重 感到很重 那比如说 那地大是什么 就身体 皮肤 筋膜 肉 骨 等等 还有内脏 摸得到的都算地大 你长得浓疮 也是地大 这些 待会有个例子 就是地大不调 生病的例子 水大不调 举身胖肿 就会水肿 那这个喝水 我们平常就透过 我们的肠胃 对不对 到了肾脏 膀胱就排掉了 就很正常就很顺 排不掉了 哇就会水肿 那再火大不调 就是发热 发热就发烧了 就是还有发炎等等 那这些都会造成疾病 再来就是风大不调 风大不调 就是你就没有办法 很灵活 就是自主的活动 比如说你呼吸 喘啊喘啊喘 那这个还有什么躁郁症 那我是想到一个症 巴金斯 巴金森氏症 他会不停的抖手 还有走不稳等等 应该也是风大不调 因为现代医学 跟古代的归类不太一样 这是我突然想到一个 地水火风 是大不调 都造成一些疾病 那心病就有什么 就是你的忧悲苦恼哀 都是就是这些情绪的问题 长期累积 我们的烦恼无名 或造业 那这些都就造成心病 所以要去思考 要怎么出去 像说我们的心啊 杂念欲望 还有沉沙或无名或 这些烦恼或 如果都一直在的话 就会得到这些新的疾病 忧郁症啊 躁郁症啊等等 那现在的名称来讲 就是还有什么精神分裂 都是心理的疾病 都是要注意的 那在讲地大不调的时候 上人就举了一个街友的历史 他说有个街友 哇他这个脸部上长了一个 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鸟肉而已等等 最后哇长了一个肿瘤 整个脸三分之二就开花了 大家看到照片就吓一跳 后来被救护车送来 我们还是给他收了 因为他那个脸整个已经烂掉了 臭掉了 所以很臭 可是大衣王跟护士 志工都没有厌弃他 还是用爱不断鼓励他 这个护慰他 鼓励他吃东西 呵护他 那所以上人讲说 这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说看到这样的人 他觉得这好像在地狱中的苦 所以你不要看他是已经转到人道了 他人道应该有这些病苦 那你看那个长相 整个脸都烂掉三分之二 是不是很像在地狱 可是也看到一群什么样的人 疼惜他的人 爱他的人 哇就好像人间的佛菩萨 那普通人都不愿意接近他 可是我们这些佛佛啊 菩萨愿意接近他 那护慰他 照顾他 所以这是很令人感动的 那所以上来借用这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身体一点点的二疮 就会很臭 那当年悟达国师脚上还是长了两面疮 但是地大不调 那医生都看不好 要用三昧水来洗 三昧水就是这个三昧水灿 就是忏悔 忏悔业障 业障果报 这些忏悔业障 才能消 之前有提过灭障的七星等等 那忏悔 上来说不是只有靠诵心才叫忏悔 你要打从内心体会 我过去生造作的一切 诸二业 往昔所造诸二业 那这些 无死来的贪真痴 你在佛前都要求忏悔 而且打从内心真的要求忏悔 还有一个 对不起 就还要遇到贵人 遇到贵人你才有机会 可以什么忏悔 那贵人是谁 贵人有两种 一种就是医护人员 你看刚刚讲的例子 这个街友送到医院 这些大医王 这些白衣大士来照顾他 还有一种就是菩萨 要有志工菩萨 来度他救他 陪伴他 等等 让他能够翻转 所以你要生命有贵人 你才有机会 能够解脱 那我们凡夫都有习气 每个人都有习气 习气就是 都会 有习气的话 就会有生理 有心理的 会有心理的病态 因为你习气习惯 就是你的 你会有什么 烦恼 烦恼或 沉沙或 无迷惑等等 这些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些 身心的疾病 那佛陀来人间 要做什么 佛陀了解 众生的问题 他就来人间 就是要让众生了解 让众生去除 身心的这个病苦 痛苦 那佛陀来人间 要开示 那我们众生就要 误录 那靠什么 去误录 误录什么 就是法 法就是灵芳妙药 所以今天上来 手杂不是讲 身体的病 跟心理的病 那灵芳妙药 手杂没有 他在开示这里讲 就是法 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 接受这些灵芳妙药 来治疗自己的心理的病 所以我们要受法 法没有入心 就好像看到药 我们不拿来吃 我就想到 这个 法花经里面 不是有个医子欲吗 他爸爸是这个医生 很会开药 很会看病 结果这些孩子 在外面吃了中毒的东西 回来 这个如果是中毒不生的 爸爸开的药会吃 中毒很生的 爸爸开的药 也不会吃等等 所以我们要 真的要受法 要入心 然后要不然 这个我们的病就不会好 所以我们有用心 受法才知道 灵芳妙药在哪里 这些药 怎么对治我们的病 因为最近都讲了这么多苦 这这么多苦 有很多的病苦 就要很多的法药来对治 那讲到法药 我就想到说 这个 还有刚刚有一句 刚刚那个 在讲 心病的时候 有提到 悠悲苦恼 哀 多一个哀 悠悲苦恼这几个字 在这个华尔经里面有 在十二英元里面有 我念一下 无名言行 行言四 四元名色 名色云六路 六路原处 四元寿 受云爱 爱人曲 曲云有 有缘生 生也老死 悠悲苦恼 有没有看到 悠悲苦恼在这里 那所以 这就是 十二英元 就是 你这个 悠悲苦恼 是从哪里来 从无名来的 所以它的解药是什么 这右边是流转门 就会有这些问题 那 解药在 左边 经文后面有 无名灭 则行灭 行灭则四灭 四灭则明色灭 明色灭 则六路灭 六路灭则触灭 触灭则受灭 受灭则爱灭 爱灭则曲灭 曲灭则永灭 永灭则生灭 生灭则老死 悠悲苦恼灭 所以要一样 源头是什么 叫灭除你的无名 还有就是说 你看这图 左边有贪嗔痴 这也是 人生三毒的病 解药就是戒定慧 那人生有苦 有疾压 这些苦怎么来的 那你就要修灭跟道 所以有这个病苦 那你就要知道解药是什么 都是这些法 你要把这些法 都把它入心就对了 那另外 这个悠悲苦恼 这几个字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说 它是 你看这是批语品的前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讲到 后面祭送的部分 在前面查很文 建株众生为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之所烧足 我们知道 这个批评讲三界火宅吗 三界如火宅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那火哪里来 火就是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生老病死 你看最近都在讲 这个生老病死 今天讲病 还有悠悲苦恼 悠悲苦恼也是新的病 它就像火一样 它会把我们烧足 还有无欲财力 也是 种种苦 贪酌追求 限受重苦 厚受地狱 畜生恶鬼 知苦 之前的文是不是都在讲这个 所以这就是三界火宅 它的苦的来源 那么这么多苦 真的要把这灵芳庙要浮进去 那我觉得整个灵芳庙 最大的灵芳庙的源头 就是华阿金 那华阿金上人在开示 静思法 学妙联华 都讲得很清楚 大家用心看 上人说 静思法 学妙联华 就静思成语 还有人间菩提 我们一定要看 人间菩提 就是上人把这华阿金 铺在地上 用爱铺路 铺出一条路 那慈悸人走过来 的一些足迹 都很具体 大家都可以看 特别是昨天的 昨天这一集 也很有代表性 它里面有很多案例 都是包括新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慈悲心 同情心 慈悲忠心 慈悲利他 这些和上人的开道铺路 这条华阿金的开道铺路 到人间菩萨大招生 这些都是法药 我们都要把它服用进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经文的部分 昨天的经文 常处地狱 如油盐官 在于恶道 如己色宅 驼驴诸狗 是其行处 放私心固 获罪如是 昨天的经文 就提到这一段 那这一段就是说 常在地狱 这些还有畜生道 来来去去 那放私心固 获罪如是 今天我把这几段话 听进去了 上人讲得很清楚 他又把它剖析 放私经的人 就是什么 毁谤大圣 道理的人 接下来注意听 波无因果 发心没有坚定 见解偏差 故意来破坏佛化 毁掉人的善根 断人的慧命 哇 有没有看到一条一条 听了就很震撼 我们要很警惕自己 不要犯这些 这样会造成 这个社会上的乱源 他会造业 如果有这些的话 就会在地狱 恶鬼畜生 来来回回 轮回 棒法之罪 经无量节 三途受苦 余报 众得人生 尚有 毒恶 严厉 恶福 恶壮 恶喜 那这几天不讲到 这些棒法的人 他们都会在三途受苦 而且要很久 无量节 那现在不是讲到人生吗 昨天也讲到人生 今天也讲到获得为人 获得为人 他有很多 还有很多 你看 毒恶这些病苦 严厉恶福 这个表象的问题 恶状 有没有 不好的形状 还有恶行 他有时候也会继续造恶 这都是他的罪报 一直在山土里面 龙毁 他也会盲龙阴阳 龙就是听不到 很多听不到 盲就眼睛看不到 那阴呢 阴他是先听不到 听不到你就没办法说话 因为你听不到 你不会哑哑邪语 你说话就说不清楚 说了没人懂 那所以哑巴 他是有时候是因为听不到 所以他就 他讲话就讲不出来 讲的时候人家听不懂 接下来看贫穷 他也会生在这个 他会有贫穷朱衰 贫穷就是缺乏钱财 拮据物质很困顿 那所以他有贫穷的苦难 所以贫穷朱衰 那朱衰就是后面上来有开示 我们来看上来的开示 待会再看 贫穷朱衰是指他 种子龙茂 摔丑 六根败坏 那他有提到说 他举个例子 有些人突然间 比如说突然间中风了 突然间从工地上 阴架摔下来 瘫痪了 等等 或突然间生了一个什么疾病 瘫痪了 那就会陷入贫穷朱衰 他一个是有病 那也会把钱花掉 就没钱了 那这个 而且很多 比如说 我们看人间菩提 我们很多志工去帮忙打扫 大部分都是这些贫穷朱衰的 他家 家里面 屋子里面 全部的家具都是败坏的 然后很多垃圾 很多蟑螂 很多蟲 很多老鼠 等等 所以这就是一些衰败象 败坏象 就是上面说这是朱衰 以自己六根所作恶业恶报 不自知行之恶丑 此于报于人生 顾名以致庄严 他自己因为身体残缺 然后贫穷朱衰 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因为自己不知道 也甚至搞不清楚 没有这种认知能力 所以他不知自己形状的恶丑 然后就以为就是这样 所以就叫做以致庄严 人间难怪佛陀说苦 那苦就是 为什么他苦呢 因为他过去生造作了这些业 所以有这些苦 六根不具 以为庄严 没办法 他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不自知行之恶丑 这表示有什么 有的人他自己真的 他自己的身体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也没办法反省 他也不知道如何忏悔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体会道理 所以他就没办法翻转 他有的 有时候也只是埋怨 埋怨为什么父母给我生出来这个样子 那就会这个埋怨 有这些怨 有这些嫌 那也不知道去忏悔 所以他一直都会在这 这样的一个当中轮回 这也是很辛苦很可怜 拥居 大而浅宏之毒疮 约拥 身而不宏之毒疮 约居 一个是 那这整个就是癌症 就肿瘤 肿瘤 就是男治之恶极 就很难治好 那这个 有这个什么 有大的 那有浅宏 什么深宏 就是一个是外部的 一个是内部的 拥就已经长到外面来了 就像刚刚那个 脸部已经烂掉那个 等等 那居有时候还在体内 还在那边长 而且越长越大 就肿瘤就是癌症 那善人呢 是以善业为衣服 恶人就以恶业为衣服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开始 如是等病 以为衣服 那如是等病 以为衣服 上人说这就是 你治不好 人家就看到你 就好像病都穿在身上 一看 或是你身体残缺 身体中风 一看就知道 这人中风了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走路不方便 等等 所以这就是 如是等病 以为衣服 这是一个辟语 所以就像穿衣服一样 人家一看就一目了然 那忠不离生 善人以善业为衣服 善的人让人一看 哇好亲切 好和善 很愿意接近 那因为他都做善事 善事很棒 那恶人呢 就要看他有没有善缘 所以恶人 如果他在恶当中 有善缘 就像遇到慈祭志工一样 他是有机会得救 得解脱 那所以 做善的人 注意 我们要人人都可以为人的贵人 我们要去做他人的贵人 你先做自己的贵人 做他人的贵人 人人也做我们的菩萨 菩萨跟菩大 菩萨互动 那很多菩萨 集合在一起 一起去救度众生 上人提到这些 这些贫穷朱衰的人 在人间如果没有因缘接触到贵人 就没有机会得救 那所以有时候救他 不是只有救他病痛 还希望让他翻转做好事 不要让他一直在山途中受苦 那上来举了菩利宾的灾难 因为菩利宾很多苦难 风灾水灾什么很多 还有火灾 那我们去救灾的时候 也会跟他们讲竹筒岁月 那在做志工培训 他举最近有一次志工培训 好几千人 那这些志工 他本来也是很苦的 身在那边一个 比较苦难的地方 又遇到这些灾难 可他遇到贵人 他得救了 他心灵财富突然丰富起来 他也愿意接受志工培训 因为去救人 这样就对了 从山途出 而后为人 又以盲龙等为庄严者 不自知其丑 以水肿等为衣服 终生不离体 这刚才讲过了 残疾贫病 丑够之苦疾于外 更有贪嗔痴三毒之恶行 其余内 最重葬身 所以外面的苦 刚才讲的非常多 那里面还有一种苦叫做什么 就是贪嗔痴 昨天不是有提到 这个三星未了 披脚 披毛带脚环 是不是这样 你三星未了 这个施主的一厘米 大卢须米山 那你要珍惜 有时候你如果 有起了贪嗔痴的心 三星未了 你要这个 披毛带脚环 你要堕入出生道 所以这个 三恶独念 烦恼无名 如果这些货在我们的心中 没有机会接受道理 那就麻烦了 就没办法洗出我们的新购 这会都会 是很苦的 而且会不断造业 所以这些夜报是由不得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现在得人生 闻佛法 真的要把握当下 时时多用心 希望今天 大家要把上人的这个 这个病苦 深苦 深的病跟心的病 都把他听进去 也把这些灵方药 妙药服用下去 祝福大家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敬师妙莲华 感恩